嘿,大家好,欢迎收听又一期的节目,我们跟着是Neil,我是Neil Hey guys, I'm Alan Wu Every morning, studying English with us, only on Morning English 各位好,我是Alan,欢迎收听可能是全宇宙最实用,最有趣 嘿嘿嘿,最调皮的早安英文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啦 对了,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啦 Man, you're driving me up the wall We have because of you, we have to record it one more time 就刚才发生了一个特别气人的事情,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刚才这期节目其实是 你录好了 对,这是第二次录制了 因为刚才Neo老师在操作的时候 忘了按开始录制键 所以说这个我们得重新录一次这个节目 对哦,很碰巧啊 我们这期讨论的这个topic是 make me mad 搞毛我,惹毛我 对,你已经惹毛我了 你自己看着怎么办 好,我帮你输一下这个毛 OK,好 那个,我们知道 make me mad 是使我抓狂的意思 我们一起来看看 外国网友们 他们心里 或者说他们曾经发生过的 让他们抓狂的事情 有哪一些呢 一个一个的来看 No.1 When you ask someone how old your kid is and they say things like Oh, she's 24 months Soon Your child is two 你问一个人的时候 你的小朋友多大了 然后呢 他们回答大概像这个样子 就说 他24个月了吧 哎呀 你脑子计算一下 你的小朋友是两岁了吧 你看为什么人会这样去说话呢 就是有了小孩会这样子 因为你有时候会说他三个月啊 六个月啊 然后甚至记得多少天是吧 妈妈会这样子 就比如说他已经367天了 然后他是 应该不会 不知道 有可能啊 反正每个人都有一个混蛋的老爸 Neo老师 如果能记清楚他儿子几岁 已经不错了 是吧 月份肯定不记得年 日期就 再输一下你的毛 但是Neo老师的 太太 小青女士是一位伟大的女性 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棒的 我们工作经常 工作的很晚 都是他的太太在照顾他的儿子小壮 所以说 感谢小青女士 然后Neo老师是一个混蛋老爸 接着往下面讲 小青女士 好奇怪 老婆我爱你 好 那个 从容一点说好不好 深情一点 算了 他知道我是这个个性 好 好我们接着看 有是其他人的搞毛的事情 有什么呢 比如说这一位 他说 My coworker sleeps his hot coffee Then says 不是 是有节奏的 这个tempo不对 他是 一二三四 二二三四 二二二 要不要我说 你说 after every sleep 好他讲的什么意思 他讲说 我的 coworker 就是很不幸 coworker 我们知道是工人的意思 coworker 就是和你一起工作的同事 跟你的同僚 比如说 我很不幸 就成为了Neo老师的同事 然后 我的一位 辛苦你了 不容易 你知道 这个 谢谢小青女士 然后 my coworker sleeps his hot coffee slips 讲说 你吃啊喝啊 这个时候 发出了一些 奇怪的声音 Neo老师来演示一下 你是一个很怪的人 我不怪 不演示的 上一集演示过了 我觉得好怪 不演示 演示一下吧 大家都在等着呢 几百万听友 稍微夸张一点吧 也就是 一百多万 好 就是什么叫 这个slip 大概就这种声音啊 我表演一下啊 类似这种意思 刚才那效果不错 3D的 我们回头尝试着 录一版3D的早上 英文怎么样 剪头发之类的是吧 把你头发给剪了 好 然后在这里呢 这个slip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是 你吃啊喝啊 发出各种各样 奇怪的声音 这个它是一个动词 然后呢 还有一个sip 它叫做敏一口 比如说我们喝酒的时候 敏一口啊 这都叫做sip 它可以作为一个名词 也可以作为一个动词 我反复讲 我说这个 我们在记一个单词的时候 词性很重要 如果你分不清楚词性 你想说一个英文 不知道 输入以中文到汉英字典里面 出来一中文了 出来一英文 然后你就把它拼成一句子 后来发现 找老师 老师说 这个好奇怪啊 因为你们要看词性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说每次记一个单词 我们就得看一看词性 No.2 我们快速接入到 快速 快速 接入到 快速 我刚才这么说的吧 来吧 来吧 接着来 好 我不所谓啊 皮厚 智力水平低 普通话说得不好 比我好 比我好 我们每次啊 这个 教英语都是 抛砖引玉 是吧 我们就是砖 你是语 你是语 when I'm watching a movie with my boyfriend he constantly says did you see th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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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特别讨厌这种 就是啊 那个就是 他这个女孩子啊 就是说 诶 我在和我男朋友 看电影的时候啊 他这个 他男朋友 就一 不止 不停的 一直在说 不停的 我还暴吐一下 不止 不停的 一直在说 诶 你看到这个没有 诶 你看到那个没有 诶 诶 特别讨厌 这样子 就比如说我们的 这个 某一位同事 对 姓土的 土同事 特别讨厌 每次都这样子 比如说上次 我们去看那个 星球大战的时候 他就老问 尼尔老师 你看那个没有 你看那没有 然后要 附一句评论 吐槽 就在某一次 诶 转头的时候 因为我和尼尔老师 做后排 然后他们做前排 然后发现 尼尔老师 睡着了 这个讲过了 不要讲了 黑历史 我们不要再讨历啊 人要 李嘉诚说 人要往前看 对 但是我们一定要来复盘 发现自己的错误 反省 反省 为什么作为一个科技宅 看星球大战的时候 睡着了 这个 这个句子里面 感谢伟大的小青女士 我老朋友哭了 听这些节目 然后有一个 这个句子里面 有一些词 也有点意思 比如说这个 Constantly 是吧 就是说 不断的重复 对 有重复的意思 持续的 不断的 做一件事情 比如说在这里 He constantly says 就说他老说 对 比如说土豆 Constantly says Alan constantly 黑我 对 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 又有一位外国网友说到 My six years old son calls me by my first name instead of daddy This morning He walked into the kitchen and said What's for breakfast? 呃 XXX Neo Alan 我没有儿子 是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 My six years old son 我六岁的儿子 calls me by my first name 我们知道这个 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叫我 然后by my first name First name 我们知道是名的意思 这个last name 就是说你的 后面的这个名字 叫做你的姓 因为我们知道 中英文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中文是姓在前 名在后 英文里面呢 是名在前 姓在后 所以说first 在前面的 那么是你的什么 名还是姓 名 名对不对 OK 好紧张 instead of daddy 好他本来应该叫我 老爸的 结果叫了我的名字 他说尿啊 本来叫老爸 然后叫了尿 尿老师 This morning He walked into the kitchen 然后今天早上 他到了这个厨房 也说 对我对这个尿 说 What's for breakfast? 尿 他说早餐吃什么 说明和这个儿子 关系近 是的 我觉得有时候 爸爸转换一下 Nio老师 本来还觉得 你是一个混蛋父亲 现在你觉得 稍微好一点了 稍微好 那么一丢丢了 所以说人 近朱者赤 近末者黑 然后跟L老师 待在一起 你可能也会变成 一个更好的人 所以说 希望希望希望 本来是一个 很混蛋的父亲 现在我觉得 你这个思路通了 会成为有希望 成为一个优秀的父亲 我们一起努力 好不好 李嘉诚说 一旦你被一个 优秀的人黑 说明你 比他再优秀 一点点 这个反应 特别快 所以说 我们把这一段 切掉 接着这个节目 往后面看 My husband asked me for to run his errands and says All babies said for you They are our kids 就是说一个 这是一个女孩子的吧 不是女孩 女士的 这个留言 他说啊 我丈夫啊 让我去帮他跑腿 然后呢说 然后他丈夫还说 我还有帮你 照顾小孩呢 然后这个女生 就两条黑线 是吧 对 然后狂怒 是吧 他说 They are our kids 这是我们的小孩 我们的 每个人都有 一个混蛋老爸 不一定 是的是的 好人还是多 对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 是一个为大家 免费提供 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 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 是帮助全球的华人 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 就不会错过 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 如果你想获取 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 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了 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Alan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See you guys Next time 其实我是个好爸爸 吧 吧